大家好,这里是没有精致画面,只有满满干货的签签 今天我们来做香葱肉松面包 这是一款偏咸口的面包 不喜欢甜蜜的面包可以尝一下这一块哦 材料的部分我们还是分区域放置 揉至正容状态,加入黄油 面团收出光面 就一小块,我们来检查一下手套膜的状态 一般温度26度,湿度70%,型发至1.5倍大 撒上干粉,轻拍面团,进行排气 面团的分割呢,大家喜欢做大一点的就分100克一个 喜欢做小一点的就分60克一个 分割好后,直接进行预整形 因为中间我们要包入一点沙拉酱 所以说进行一个擀肠的整形 有气泡的地方我们拍掉 然后翻个面 挤上沙拉酱 这里的沙拉酱我用的是秋笔的 用刮刀给它抹均匀 再从上往下卷起来 喜欢葱多一点的 我们就在面包上面刷上蛋液 在葱堆里面裹一圈 喜欢葱少一点的就刷上蛋液 在上面撒一层就行了 大家不喜欢葱的还可以给它改成黑芝麻、白芝麻 爱发温度36度、湿度70% 醒发至两倍大 用手指按压有轻微的回弹就可以了 上下火180度烘烤时间12分钟 我这个风炉有点上色不太均匀 葱的部分我使用的葱干 有些表面的葱干已经烤焦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用罩子给它罩着 这样放了一晚上 所以它的表面非常的皱巴巴的 但是内部还是很柔软的 面包体的储藏方法呢 还是建议大家自然冷却之后 吃不完的先冷冻 面包的装饰呢 我们给它斜着对半切开 抹上沙拉酱 再沾上肉松就完成了 我是千健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